影片中两名小学生在盛兴高中前闪黄灯的斑马线想要穿越西定路 不过大小车辆实在太多 小朋友想趁空挡一鼓作气跑到对面时 人车交杂显向还生 这是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自己在网路上看到民众上传一段国小学童 横越西定路盛兴高中前面马路的危险影片后 非常担心 因此就算选举刚落幕 高票当选服务依然不停歇 无缝接轨 立刻主动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和里长一起办理会堪 将增设红绿灯行人触动按钮 让学童过马路时更安全 我们身心国小前面办理这个会堪 就是希望来去增设我们的行人交通炮制 在我们所有学童在穿越西定路的时候 由我们的红绿灯来去守护他们的安全 而今天邀及了我们交通处 还有我们称播号里长 共同来去讨论 就是因为有民众在网路上反应 而学童在穿越马路的时候 因为没有红绿灯的保护 所以让他们人车车倒 都很有可能发生交通意外的发生 而经过我们会宽的讨论结果是 我们决定将我们的管制时间 红绿灯的管制时间延长 先来暂时性的守护我们学童上下雪的安全 同时我们也请交通处在我们这个路口处 来去增设我们新门触碰式的红绿灯 未来在所有学童还有我们附近的居民 只要穿越马路的时候 都可以藉由我们新门触碰制 来去守护自身的安全 那未来平均也会来持续 来去争取更多校园前面的 新门触碰式的红绿灯 来去保障我们所有学童的安全 让他们成为国家未来的动量 另外会刊结果也将在早上8点 交通号制管制时间延长10分钟到8点10分 方便行车安全和顺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